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英国剑桥大学在上周二决定将享誉全球的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·霍金、Steven Hawking最受瞩目的论文宇宙膨胀的手信放在网站上公开让大众下载,没想到随即引发大批网友涌入,短短一周下载浏览量达200万次。 根据BBC报道,霍金在1996年发表的论文宇宙膨胀的手信,在上周剑桥大学开放浏览后,新影超过50万人尝试下载200万人次浏览的记录,剑桥大学教授史密斯·奥斯尼斯直言,这样的数字无疑是一个里程碑。 史密斯说,这样的数字远超我们校内所有期刊论文,我可以预测,霍金博士的论文将是研究资料中最受欢迎的,我们从未看过这样的数字,而2017年第二多的论文下载数为7960次。 在剑桥开放免费下载之前,若想阅读宇宙膨胀的手信,必须支付剑桥图书馆65英镑扫描,或亲自到图书馆一趟。 史密斯表示,封锁知识和资讯对任何人都是无益的。 史密斯说,封锁知识和资讯对任何人都是无益的。